你好 欢迎收看8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县府提案的矿石岁自治条例 日前在议会程序会遭到退回 县府认为不服法定程序 不具法律效益 应该进入大会讨论 引起了府会攻防 议会今天重申 因施法性重大争议 依法退回 花莲县议会上午举行 退回矿石特别税自治条例查案说明会 包括议会秘书长陈德惠 议事组主任谭靖成 以及法制室主任于育林出席说明 法制室主任于育林指出 花莲县矿石开采警官 维护特别税自治条例的征收 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 共5个判决都败诉 包括了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败诉定验 而至于是否不服议事程序 于育林指出 经与会委员讨论 议会认为征收税额 具事法性重大争议 针对了违法争议 按程序委员会设置办法 主席可以直接驳回 议会没有为审先判 而是不知道怎么判 今年1月21号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下来了 今年的2月又两个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下来 总共5个判决 然后呢 在高等行政法院是分属不同股承办 不同股的法官承办 可是大家的见解一致 我想在那个行政法院的体系里面 遇到那种见解这么一致的 不同的个案然后大家都一样的 甚至判决内容都差不多 那这是很难等一见的 然后呢 尤其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判决确定了 那这时候 我们今天在审这个自治条例的时候 你还可以蒙着眼睛说 这是个案跟我们没关吗 人家是直接指到你的 你的天花板条款说 你抵触地方制度法算是条 那是无效条款 如果就自治条例 你逆严重心而 你等于就是把自治条例判死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认为 涨幅违反地方税法通则第四条第一项 税额调高上限为30%的规定 判决服案审诉 而花联县地方税务局部服在提上诉 遭最高行政法院驳回 全案确定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 只是次将冬播出を 找到兆证的节目